希腊的爱琴海上有个满满的岛屿 全世界公认它是蜜月圣地 有着全球最美月落 它叫圣托里尼 这一期告诉你圣岛到底要怎么玩 满满的干货记得要点赞收藏好 坐飞机的话 雅典、米克洛斯、罗德斯岛都有直飞航班 与米岛航班最多 雅典直飞仅需要一个小时 走水路的话雅典有很多游轮直达 来到圣岛大部分都是跑山路 没有限速也没有红绿灯 到处都会冲出外地游客租的摩托车和沙滩越野车 游泳机的你也可以注意亮色 但是还是建议你跟团游 除了比较安全还不会迷路 导游也会告诉你 哪里是适合拍照的晚红打卡店 在我身边这里是Santorini的第一晚红打卡店 贝拉是圣岛的首府 也是岛站巴士的中短站 街站非常热闹 路边有各种餐厅 小吃咖啡厅 手工品店 小镇的县子弯弯曲曲 到处是正道景点特色白墙与蓝色屋顶 谁走离开就是一张硬风的年轻片 悬崖县子和悬崖酒店是欣赏无敌海景的绝佳选择 重头戏要来了 来带你看看Santorini的美景 伊亚小镇被称为希腊的蓝白天台 白色房子 蓝顶教堂 这里都是无数艺术家和摄影家灵感的来源 它还拥有全世界最美的月落 还昏时就能新成最著名的月落爱琴海 哇看看这个玩家 还有这片广过的爱琴海 这里不是一般的呗 这里是梦幻的呗 记得早点来 不然连相机的三脚架都站不到位置 悬崖高处的伊莫洛维里蓝顶教堂随处可见 拥有最佳的观景团和露天泳池 也是看日落最佳景点之一 阿纳西塔西教堂经常被选择传统分离的举办地 小镇上有一条悬崖步道连接了费拉小镇 短短几公里都是整个岛山风景最美的步道 圣托里尼有很多蓝顶教堂 最值得打卡的是位于Ferro's Avenue 这座曾登山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打卡点 早晨8点的日出和下午6点的黄昏是拍照的最佳时间 我们来看看圣岛的黑沙滩 火山碰化后留下的黑沙滩 海水青涩见底 这里还有全球罕见的红沙滩之一 沙滩上帅哥美女们在享受月光玉 再谈以下来杯希腊本地的奶泡咖啡 舒适的度过一个下午 靠海吃海来到希腊这里一定要尝一下爱琴海的海鲜 如果要问当地最著名的食物是什么 一定是葡萄酒 橄榄 烤肉 和海鲜 正岛是著名的葡萄酒厂区 出产的葡萄甜度高 而且还卖的便宜 烤肉和全病基本每家店都在卖 靠海吃海 这里的烤鱼和鱿鱼特别新鲜 值得推荐 我是Mr.Seal 关注我 带你游遍全球